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来谈谈口罩 口罩在这一两年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还有消耗品 口罩就好像你家里的Tissue、洗衣粉、牙膏一样重要 家家户户都会堵着几盒 馆长今天就要给你介绍的是 MDA认证的医用级三层式的口罩 Simply K Simply K口罩最常见的问题 它都没有 它不容易破 不会有奇奇怪怪的味道 就算戴着口罩呼吸也很顺畅 这点很重要 BFE和PFE的过滤效果也都超过95% 是过滤能力超强的高品质口罩 不只品质高 Simply K的颜值也高 比彩虹还要多颜色 任君选择 还有不同的花色 一个星期七天 每一天都可以不一样 不用担心你的口罩跟别人的口罩撞 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现在就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购买Simply K口罩吧 欢迎收看和收听这一期 由ManyCourse Marketing为你冠名赞助的丰人馆 这是一档有料有用有趣的访谈 你好 我是馆长蓝志锋 通常在开场之前 我都会提醒嘉宾说 上我的节目的话 就不要车大炮 不要耍嘴炮 不要讲客套 直接给我重点 好 那么今天这一期的嘉宾就是YB张念群 他是古来的国会议员 同时也是柔佛行动党树立主席 YB欢迎你 谢谢志锋 所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OK好 今年5月柔佛火箭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选举 那么在之前 风轮官也邀请了刘振东 还有杨敦江上来 那么党选之后 你和振东的团队顺利过关 而且是漂亮的胜处 是主席跟树立主席 那么经过三个月之后 柔佛火箭现在是否已经弥合了 已经整合了 还是这个问题原本就不存在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存在 那个是有点自欺欺人 就是你讲的 那是一个耍嘴炮 对就是你该已经警告过我一轮了 所以我觉得三个月之后有没有 是不是已经不需要有弥合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的 可是我也承认说 可能这个弥合的工作目前为止 并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 因为MCO其实是打乱了我们很多的脚步 因为原本我们的计划是希望在党选之后 就能够再次展开一次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 Johor Tour 就是去几个地方 跟大家见面 有更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因为虽然我们能够进行线上会议 可是它毕竟是有一点距离感的 很多东西 我觉得还是当面洽谈来讲 是会比较有效的 所以可是因为MCO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在 我们不能够也不想要去做一些聚会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在违背SOP 而且也 spread the risk了 也 spread the risk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接下来的弥合工作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么它的这个挑战在于哪里呢 是不是说在于要整合团队 还是说大家对那一个党选的 这个伤痕还在 还是你觉得说什么样的这个挑战 目前你跟郑东领导的这个团队 我觉得伤痕肯定是有的啦 我觉得说如果要说完全没有伤痕 那么我觉得也是自欺其人啦 当然可能从一个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顺利过关 所以可能我们以 不只顺利而且票量胜出啊 其实票量也没有很漂亮 15个人 10个人进去 那么对方的就只有5个人 其实票没有差太远 其实票没有差太远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有自己忠实的 这不是谦虚 这个是认清事实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可是我觉得党选过去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一起向前看 在一起向前看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把大家拉回来 一起找一个 我们能够一起团结一致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当然觉得 从一个赢家 就是在你眼中 在大家眼中 我们是赢家的角度 当然我们可能可以比较 心无戒地 可是当然我觉得 不表示 其他的人 可能就相对来讲 也能够觉得说 OK已经输赢已定 那么我们就 大家再团结一致 我觉得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 可是我觉得 再给一些时间 把大家拉回来 让我们有更多的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现在过了三个月 沉浸下来 冷静下来之后 你对于5月2号的那个结果 会不会觉得很意外 就是我 坦白讲 我自己我有点意外 就是陈宏斌会落榜 他虽然是排在第16 第16 尘可差一点点罢了 其实差一点点罢了 你对于这个成绩 你第一个感觉 跟现在沉淀了三个月之后的 那种感觉 是不是还是一样 我们其实在开票之前 也没有很不把握 这是真的 就是我们是打得最凶的一次了 这是我 不只是在柔佛州 因为我以前在雪兰的州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 我打这么 就是进参与这么多次的 党内选举 这绝对是最激烈的一次 所以你讲说 是不是说去之前 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我 其实没有 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就是幸运 是有一点幸运 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 就是还能够得到 越佛州基层 他们的支持了 所以我不会 就是当然对一些成绩会意外 就是例如红饼跌出去 其实是没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军力会跌出去 因为毕竟 他上一届党选的时候 也是属于高票的 他也是属于 我觉得应该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就是 top one third的 就是在上面三分之一的 所以是有一些意外 是不是最后 老大即将出手 然后扭转了整个局势 这是很多人 有这一种的猜测 你讲说老大最后出手 所以扭转局势 可是其实我觉得 老大的立场 不是一直来都很鲜明 但是他没有讲出来 没有公开表 在党内的人知道 但是外面的人可能还不知道 虽然说这是党内的家事来的 也不需要 其实老大也不需要 第一个问题就是 投票的是党内人 对 投票的是党内人 投票在行动党里面 如果这段日子 有在跟进这些党选 知道党内的这些活动的话 其实我觉得 应该都会知道 就是老大对柔佛州的 期许 老大对柔佛州的期许 以及他跟震东 或者说 对柔佛州的领导层 其实他是 他是 爱护有加 他是 他是 很经常在给我们 guidance 在给我们指导 在给我们支持的 所以 虽然是不是老大最后出手 当然我相信 老大有他的 influence 有他的影响力 可是我自己当然 也有陪老大去了一些地方 可是我也不会觉得 如果说有一些矛盾 已经是非常深刻的地方 他不会因为老大下去 然后党员就转向 那么我觉得 我们也不用这样子去 低估我们党员的 自己的判断 跟自己的主张 所以我不会觉得 必然就是因为 老大最后出手 我觉得老大 纯粹他就是出手 就是因为他也想 把他可能就希望 让更多人 让更多党员听一听 他是怎么看这场党选 只是有没有因为 老大下来就扭转 I don't know 你觉得有这种效应吗 我觉得应该不大 因为 他能够影响的 可能就是那10% 或者顶多15% 中间派 可能对中间 可是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 像郑东跟老大的关系 向来都很好 就不会有人会觉得说 老大会 不想看到郑东 继续做州主席 我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不会有人觉得说 其实 其实老大 老大是站在另外一边 还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 老大当然也不希望看到 有分 分边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 党选之后 我们如何努力的 把大家一起拉回来 那么现在还有再去区分说 精英派跟草根派 这些东西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标签 本来就是应应做出来的 精英的标准是什么 精英的标准是什么 我是一个律师 律师就算精英的话 那么其实 所谓草根派的领袖里面 哪一个不是学士 不是了全部都是学士 可是也很多都是学士 你讲陈宏斌也好 你讲 敦香也好 他们也都是学士 甚至是 吴成涛 他还有博士 好像还有三个博士 还是两个 所以他 为什么不算精英呢 那么你讲说是草根 什么样的人叫草根 颜碧珍算不算草根 颜碧珍他选了六次 前面五次都输 他党龄来讲 在柔福州里面 也绝对算是个元老 彭学亮也算是个元老 他们又不算草根嘛 那么就算你讲我自己 我又不知道自己 什么地方不够草根了 是我在MCO期间 派饭和派的少 派食物篮派的少 还是 还是什么 所以 我真的是觉得这种标签 是很 是很刻意的 是很刻意的 你讲说在我们 十个胜出的阵容里面 确实这十个人里面 有没有学历不高的 也有 也有 也不是 当然有像美银这样子 是出国 而且是去名牌大学的 那当然有 可是 学历不高的 就是 也是有的 那么 那么对方学历高的 所谓的草根派 对方学历高的 也是有的 因为 我觉得说可能是 比较适合用精英草根派 来做区分 因为在柔佛州的 这个context 不太适合用 华沙派 阴沙派 因为在柔佛 很多都是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些标签 对 所以这些标签 其实就是我觉得 用来标签人 那么 然后 而且我是 我对这个标签 觉得很不舒服 我坦白说 因为 当你去 特地标榜 这一群人 是标精英派的时候 你似乎就是在暗示说 他们 他们离地 他们 他们自以为是 他们高高在上 可是 这个是别人要加注 在我们身上的表签 可是我觉得 这顶帽子 我们是一定要去脱的 因为 第一 我不觉得 我觉得我们团队里面 从来不是以学历来排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也不是说 特别是以官位来排 也就是说 只有部长 副部长级 或者exco级的人 你才有资格 进入这个团队 也从来没有这回事 那么第三 如果你要讲说 我们不够草根 我作为古来区国会员 我当然自己 要为自己反驳一下 所以我觉得 你不只是我 像彩虹 在整个Johol Jaya 我觉得他的 名胜服务 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做得相当好的 佳恩也是 佳恩是一个 在mco期间 帮了多少 哺乳妈妈 把人奶 从新加坡运回来 这难道不叫做 草根性的 为民服务吗 所以我觉得 这顶帽子是 是很刻意地 扣上去 而且是有很大的 恶意在里面 似乎就是要强调说 所谓的这个班底 其实 离地 高高在上 自以为是 然后不了解 民间疾苦 我觉得这顶帽子 会让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出手的是邱光耀 还有一般的粉丝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虽然已经不在党 他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了 但是他的心 100% 甚至110% 都是在行动党的 所以他每讲一句话 还有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的 这个鸭鸭 一些啦 比如说 这个 廖金华这些 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 华沙派 当然 在那一个 context 下 可能就不太适合用 金银或者草根 因为在旧后没有 华沙跟银沙 对 那个是很难区分 所以来到雪州的话 可能 银沙跟华沙就比较适合 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 金银跟草根 比如说在槟城 也是用金银跟草根来区分 那么 在其他地方 也是用金银跟草根 那么在全国的情况 可能就是 华沙跟银沙来分 不过这个我觉得说 那个 context 太小了 我们就不要去谈 不要去谈这些东西 那回到来 柔佛州 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在柔佛州 行动党在上次509的时候 是赢得非常漂亮 拿下所有竞选的国州议席 除了威差输掉的艾档 那么现在局势变化了 就是西蒙执政22个月之后 那么现在倒台 然后国盟上台 国盟上台也因为处理 这个疫情交头烂耳 面对人民的这个 骂骂声跟骂骂声 那么你觉得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柔佛 因为你是柔佛州的老二 能否成功捍卫 所有的这个国州议席 我觉得来接大选 还有很多变数 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 当然来接大选 其中一个最大的变数 就是在于说 到底我们的对手会是谁 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西蒙 很值得高兴的是 我们基本上还是 相对完整的一个阵容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在一个 西蒙的架构下去运作 当然还有一些 议席谈判的工作 需要去进行 可是基本上 它是一个西蒙的架构 可是来接大选 我们面对的对手是谁 巫统 伊斯兰党 以及布萨杀都 如何在柔佛州 或者是 以及全国 如何去整合 如何去 到底是全面开打 又或者说是 是他们三个 能够团结在一起 又或者说是 他们会 三党 可是会变成 两个联盟 来去争斗 我觉得这其实会对 柔佛州 以及全国的大选 都有着 至关要紧的 一个影响力 那么在柔佛州 我觉得 柔佛州 现在的政府 在哈斯尼的领导下 我觉得 他的表现 确实是比 西蒙时代 两位来自 布萨杀都的 州务大臣 都表现得来的出色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 当然我觉得有一定的 对我们来讲 有一定的压力 可是 虽然是这样讲 可是我觉得 行动党 一直以来的优势 就是在于说 我们是一个 很愿意 也是很主动 去谈政策的一个政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只要行动党 能够再继续的说 去为柔佛州 乃至全国 去为我们接下来 要去推行的 一些政策 一些理念 以及推出一些 我觉得就是 优质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们在来接大选 我们先要 先要为自己 立下的一个 一个站稳的一个脚步 可是 那么我觉得 如果来接大选 确实是要 必须是面对 一对一 那么确实它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上一届大选 我们不能够否认 三角战 因为当时 伊斯兰党 跟伊斯兰党 有自己的候选人 国阵有自己的候选人 所以在这种 三角这样的形势下 PH 我们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有一定的优势 来接大选 会不会继续有三角战 我觉得 这很大程度上 也会决定 来接大选的这个成绩 不过如果根据 509的情况 你们面对的大部分 都是马华 或者是一部分的 这个民政 是你们的 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那么来接大选 还会是这个布局吗 因为他有一个 很大的分别 就是布萨都已经离开了 那么布萨都留下来的 这些国州议席 那么西蒙 现在的三个政党 都要讨论 如何去分配 那么 你觉得说 来接大选 谁会是你们 最难搞的这个对手 最棘手 最头痛的 应该不是马华了吧 我觉得 我觉得最难搞的第一手 他还会是武童 肯定还会是武童的 因为我觉得 马华 他 either在PN 或者他在BN 可是基本上 他们都不是 都不是瓦锡的人 不是说话者 所以基本上 马华 不管是在哪一个阵容底下 然后我们是在哪一个层 为什么会跟他碰雷 他到底是挂着BN的旗子 还是挂着PN的旗子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大家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马华 他可能是看到他所代表的整个联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联盟争的老大 我觉得才会是我们最终和最重要的对手 那么对于IDAM这一个国席 有什么秘诀 或者是有什么秘密武器 把它给拿下来 就是100%全胜 100%全胜 我觉得来接大选 我们当然希望说 能够保住现在赢的一席 可是要100%全胜 因为我们也希望自己增加议席 我们也希望增加议席 那个开始谈了吗 开始谈了 那么行动党大概会拿多少个国州议席 还是你们的目标 国的话我们现在还没去谈 因为国是在中央谈 我们在柔富州的阶段的话 我们是谈州议席 那么柔富州州议席 现在是有56个州议席 那么我们 我们希望说达到的一个共识就是 在56个州议席里面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各党的竞选的议席都相差不要太远 也就是说希望是能够在一个19加18加18的基础上去谈 当然你可能可以说是19加19加17 就是可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希望去谈这个 所以在州议席方面行动党现在是打14个州议席 是打14个州议席 所以我们希望说增加 但是在增加的时候我们当然也知道 我们打的这些议席当中 必然就会有一些黑区 超黑区 可是我觉得在一个盟友的精神底下 我觉得我们需要 也有很百的区 就是Busato拿下来的这一些城市地区 或者是大JB的这个地区 那当然 可是我觉得有几个原则 那些地方我们不见得一定会 DAP拿得到 因为我觉得 我们希望允许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第一 在一个国会选区底下 尽可能让三党都有自己的代表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而且是谈那些还没有赢的地方 所以如果在一些大兴山区 因为大兴山区里面 其实不少地方都已经有DAP的代表 所以在大兴山区底下的那些 所谓的超级白区 就是说有很有胜算的区 我觉得不见得DAP 想拿就拿得到了 对 那么这个东西在周一席方面呢 就已经谈到7788 还是6677 还是8899了 不会8899啦 我说6677吧 或者说5566 谈着谈着谈着 不到最后一分钟 很多时候他都不会下单 不过我希望说能够尽快敲顶 毕竟我觉得 选区供应工作很重要 OK 因为尽早有这个定案的话 也方便下面的人去进行这个选区工作 对 其实我觉得说尽早定下来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因为你能够把自己的资源集中在 你即将要上阵的这些地方 那么开始从现在去部署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在大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情况下 那么把资源集中在我们各自的地方 然后想办法再为自己的党 或者就是增加彼此在那个地方的胜算 我觉得是至关要紧的啦 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很侥幸的 透过一个大风来 一个或者是一个海啸来 那么就让我们的候选人安全过关 我们不能够这样的心态啦 所以我觉得让准候选人提早下去耕耘 让熟悉那一代的环境 我觉得很重要 虽然我自己做了两次填兵 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地耕耘是很重要的 那么回到刚才略有谈到的就是马华 那么你觉得说 马华的这个柔佛州的实力如何 因为对马华来说 柔佛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他的总会长魏家祥也是在 也是ITAM的这个国会议员 那么你认为说 目前这一种情况 就是能否让马华有更大的这个突破 赢得更多的议席 还是说马华在来届大选会更加的这个糟糕 连一席都没有办法赢到 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去2019年 单用BI的这个补选 马华成功扳回一层 击败土团党的这个候选人 而且这一场补选对日后的证据 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包括了间接的 埋下了希莱登政变的这个货根 不过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不能够将单用BI的这个补选 跟现在整个局势来做比较 不过我们笼统的来说 就是单用BI确实让马华 有了一个喘气的这个空间 那么你觉得说 单用BI的这一场的这个补选 华翼为了教训火箭 明显的转向马华 那么当初发生一连串 一连串的这个事情 那么你觉得说 单用BI的这一股倾向马华的这个风 来接大选它会延续下去吗 我其实觉得如果 希盟继续做政府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去再 继续做政府 然后没有办法去提高自己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表现的话 那么其实 马华在来接大选 强势回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焦点 已经不再是 希盟执政的22个月 现在的焦点 已经是来到 国盟执政的这段时期 而在国盟执政的这段时期里面 我觉得 尤其是来到今年 整个疫情的 整个掌握 或者是整个管理疫情的 整个不当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 国盟政党里面的这些成员党 在来接大选里面 他们每个人都需要 向选民交代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来接大选 希盟会面对的几个挑战 其中一个就是 来接大选在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的来接大选 在很快的时间内 也就是六个月的时间内 就举行 疫情还没有绝对受控 就是边境还没有完成的开放 如果说我们还是需要说 回来需要进行长时间的隔离 然后出国又需要进行长时间的隔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游子回国肯定会减少 游子回国肯定会减少 然后现在在马来西亚 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现在很多跨州都不行 在跨州都不被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请问游子们 州国内的游子们 又怎么回到自己的 各自的选区去投票 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 游子票其实向来都是 希盟的这些传统支持者 所以这些传统支持者 如果不能够回来 那么我觉得这当然会对 希盟带来一个很大的阻力 当然我也承认 除了那些因为疫情而回不来的人 当然也包括一些是对政治冷感 或者说对政治心灰意冷的人 他们心灰意冷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对希盟执政22个月的表现不满 这个是我必须承认的 第二个当然是因为 看到喜来登青蛙乱跳的政变 让他们对整个选举制度失去信心 所以如何去恢复这群人 对于投票的信心 选举制度的进行 以及对希盟的信心 对行动党的信心 这些都是行动党和希盟接下来的挑战 那么谈谈过去22个月 你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经验 因为过去我那些马华的朋友 他们都有说 马华内部都有一个说法 说你要害他 你就推他去做教育部副部长 因为这是一个烫手三一是非常难搞 也非常挑战的一个位置 那么你如何总结过去22个月 在教育部的经验 有什么心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那么是不是说要害人 就要去给他做那个位置 那么我是觉得 党内的人要害你是吧 这样我又不会这样认为 那么我也不想去害其他人嘛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吧 而且我觉得 会不会左右为难一直夹在中间 为难肯定是会的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备受瞩目的一个portfolio 因为毕竟教育本来就对各个民族来讲 对所有人来讲 它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东西 尤其是对华人来讲 我们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所以华教事业对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可是同时当然也对整个国家来讲很重要 所以任何的教育政策 它基本上都会广大的去 引起很多的关注和辩论 所以而且教育部的一个难题 就在于说 它有别于一般其他的部门 其他的部门你并不会有明显的 种族分类 壁垒分明这样的一个情况 例如当你讲旅游业的时候 旅游业者可能他有某个族群的人居多 可是他并不会有一个很鲜明的 一个标签就是讲说 这个是华人的还是马人的 这印度人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教育部的挑战是在于说 因为我们国家教育体制 本来就已经允许各原留学校的存在 所以在各原留学校存在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会变成了一种说 无意间它就变成了一个对立的情况 它就变成了一个对立的情况 那或者说很多时候就会被去攀比 去做一些比较 例如说会人觉得说 给华小的钱就等于说是 国小失去了一些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教育部确实就变成了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controversial 很多争议 那么一举一动 很多时候你可能是一边拍手 可能另外一边就在那边大骂 一边大骂 可能另外一边就在那边拍手 所以其实它确实就有这个问题 当初你做副部长的时候 你跟部长Marsley的这个关系如何呢 因为据了解 好像你们两个人的office 都不在同一种大厦里面 一个在搞教部 一个在教育部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有问他的 就是一他五月就上任 很奇怪耶 不会因为那时候是情况 其实OK啦 其实我其实有去问他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 高教部跟教育部合并 对 合并之后的话 他当然就先选了去高教部 因为他五月就上任嘛 那其实我当时就有问他 因为两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办公室 所以他希望我主要把办公室放在哪里 他其实一开始就跟我讲 他给我自由选 可是他觉得 如果我在教育部也不错 因为的话 你不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对教育部的公务员 可能他们不会觉得 两个部长正副嘛 然后两个都在高教部 就好像教育部被忽略了 所以他当时其实是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口吻来告诉我 就是他觉得如果我的办公室 设在教育部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那个出发点 我觉得可以赞成 因为他就是不希望说 政府部门的官员就觉得说 可能正副部长都把重心 放在教育部 那么突然间高教部 那么教育部他们就觉得说 本来是一个大本营的 突然间没有 这样KSU的office是在高教部还是在 在高教部 在高教部 都在高教部 对 他的office在高教部 教育总监就在教育部 高教总监就在高教部 对 因为我们教育总监有两个 那时候有两个 对 就是一个教育部的总监 跟一个高教部的总监 DG of Higher Education 和DG of Higher Education 那个就还是保留两个 KSU就只保留一个 那么你如何打分为 你自己打分在过去22个月 因为你曾经有一句话 然后被马华的人一直唱 然后一直在那边批评你说 你是最杰出或者是最 最类似 那个意思是最最好的 教育部副部长 那么你觉得说 那句话是不是被误会 还是怎样的情况之下 还是被 Taken out of context 我觉得是被 Taken out of context 因为我那时候是有一个 很鲜明的 我是有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例子做比较的 过去的话 我觉得其中一个 华社对国阵的不满 就是对于拨款的处理 华校拨款的处理 我们曾经在国阵时代 我们听到说就是 拨款被齐节 我们听到的就是说 今年的拨款 要等到明年才发放 就是类似这种新闻 其实我相信 记得国阵时代的这些 教育的这些新闻 都应该还记得 可是我们 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在7月上任 然后我们能够在 7月上任 然后我们在12月底的 12月的时候 我们就把华小的5000万 淡小的5000万 华中的1500万 教会学校的拨款 我们就全部都发放下去 给了所有的这些学校 而且都是直动通过 银行转账 所以完全去杜绝了 干脑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把 每一间学校 所得到的拨款 我们都把它公布出来 所以我觉得 从拨款处理这一块 我觉得 我们在做政府的时期 我觉得这一块 我觉得说是比过去 前朝的几位 在的教育部 我觉得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可是我觉得 在这个context以下 所以我讲出了那句话 当然就是说出去的话 就像泼出去的水吧 可能也没有 自己考虑的不周 就会被人家 taken out of contact 也必须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能够让你重来的话 你会不会讲那句话 就是表现最好的 副教育部长 就算是在那一个context底下 就好像张胜文也是每一次 给人家唱说 最后一里路 结果看不到路 结果张念群又有一句 是表现最好的副部长 所以都会有这一些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当然那句话 可能拿掉的话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让大家看到那个差别 我觉得那个是重点 所以你讲说那句话 可不可以拿掉 我也赞成是可以拿掉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 我也是觉得很遗憾 就是那句话 讲那句话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明确的context 可是那句话的context 没有被 后来很多时候 没有被大家拿出来看 是那个时候 是在群众演讲的时候是吗 那时候是在金马伦的补选 哦 金马伦的补选 是的 那是在金马伦的补选 所以我们就上台之后 我们就是告诉大家 西蒙上台之后 我们所带来的一些改变 所以其中一个我觉得 是很明显跟过去 有一个很大的改进的 就是在拨款处理这一款 那么还有承认同考的事情 也是一直不断的 你过去的这个manifesto 所以不断的被拿来讲说 这个承认同考 比如说今天执政明天就承认 但是我看回去 你应该是没有这个意思吧 对不对 还是怎样的那种情况 那句话不是我讲的 不是你讲的吗 不是 在那一个video里面哦 就是在竞选宣言里面 就说OK啦 就算那句话如果不是你讲的 但是承认同考的工作 那个中任就自然的落在你的身上 虽然说这一个是国家的这个政策 放在一个副部长 或者就算是一个部长的身上 可能也不太公平 因为他需要内阁的这个集体的责任 那么过去你的经验呢 就是给媒体 或者是给一般民众的经验 就是讲话讲得太快了 OK也讲得太绝了 那么现在你有没有后悔说 过去如果可以稍微放慢角度 或者是稍微有点保留的话 那么就不会挨那么多的这个子弹 我在上台之后 我针对同考的时候 后来这番话当然就被很多 就真的就是说得太快跟太满 那是因为我在上台的时候 我就讲说希望能够 快速地解决同考的问题 那么希望能够在当年解决 所以这个事话 那个时候是一年内对不对 那时候你有讲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讲过这句话 所以当然后来 成人同考的工作拖超过了一年 所以有没有后悔 也当然是有的 所以我在去年12月19号的时候 在一场东方的一场讲座上 我就因为当时自己 这个不成熟的言论向大家道歉 那么在12月20号 我也再次把这个道歉 以书面的文字的方式 再次把它post在我自己的面子书上 所以我承认说当时自己是低估了 承认同考的这整个难度 可是我觉得 如果西蒙能够值这五年 我还是有信心我们能够完成 承认同考这一块 因为毕竟当时 整个教育部的工作是在于说 我们成立了一个同考委员会 那么要由同考委员会 去向教育部提成一份报告 那么接下来就是由内阁针对这个报告 来去完成承认同考的工作 只是很可惜的话 就是在我们下台之前 这份报告并没有真的是交到内阁手上 所以就使到同考的工作 承认同考的工作无疾而终 那么在最后的这个阶段 你在office最后的阶段 根据你的这个掌握的这个资讯 Eddiego他们的这个报告已经完成了吗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 应该不只问Eddiego也可以问陈友信 到底有报告完成了没有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几次说过 报告已经完成 甚至说是在 因为大家还记得的话 就是我们下台的时候是 二月底三月头 所以一月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个教育部的变天 就是教育部部长离职 由敦马做了 归还他的职位 对 敦马做了这个代教育部长 所以当敦马做了代教育部长之后 其实Eddiego他们的讲法就是 那个report is ready 他们希望说能够提成去给首相 所以我当时其实也特地在跟首相的会议上面 我特地跟他谈 这个报告已经好了 请问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日期 让我们去安排这场会议 当时老马的态度也是 OK 他也想见他们 他会亲自见他们来去接领这份报告 那么当时我们是把这个meeting的日期排在 就是他就是希望说会排在 二月底跟三月头这段时间 当然后来没有办法发生 因为我们二月二十三号之后 我们就接连发生喜来等政变 所以导致整个政府去夸台 所以你问我的话 我在离开的时候 我确实是一直都以为报告已经是完成的 可是到今天 或者说据我们上一次听到的 就是报告还没写完 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要请当事人自己交代 你跟陈有兴或者是很多媒体跟陈有兴都熟悉他 那么其实他们是不是有签了 MDA就是Non Disclosure Agreement 不能够透露到底他报告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过去确实办了很多场的听证会 Town Hall之类的 那么也不应该说因为换了政府 而让那份报告梁住在那边 放住在那边铺陈 那么其实这个事情之后 就是从喜来的政变到现在 那么你有没有接触 陈有兴或者是Edding Coo说 你们的报告到底是什么样了 上一次的话 Edding Coo的讲法是他还没完成 上次是去年 去年 去年年头年累 年尾年中我也不太记得了 对 可能是中旬吧 没记错的话 就好一段时间了 而是就因为他 就他说还没完成 他想说他还在 他还希望说要再去增加 还在等待一些资料 然后因为 因为MCO的关系 所以很多会议要展研之类的 所以那么因为 因为据我从有信那边的理解是 主要的 就是撰写整份报告 主要是在Edding Coo那边 所以我不觉得是 是他们签了什么 non-disclosure agreement之类的 我不觉得有这样子的条例在那边 只是可能 陈有信他们 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读过 first draft 我其实不确定 他们自己那一部是不是有 first draft 他们是不是自己有看过 又或者说 就是整份东西都还在Edding Coo的手上 所以这部分可能真的是 请自问他们比较好 那么 1月的时候是非常关键 就是 应该是1月2还是1月3号的时候 这个Marsley就直直 然后到2月尾的时候 那么其实从1月到2月尾 就是换部长的时候 你跟老马 见面的次数多吗 他有常进来教育部吗 我们如果开postcap 也就是post cabinet meeting的话 其实是去首相署开的 也就是说教育部 当时教育 如果是一般在Marsley时代的postcap 那当然是在教育部开 那么它是会牵涉到所有教育部的高官 也就是KSU DG Deputy DG 以及所有Bahagian的Pengar 基本上都会在 所以那是一个 二三十个人的meeting 可是因为到了老马 做代教育部长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说去首相署开 那么在一个首相署开会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join meeting 也就是说 首相署的所有的部长 首相一些重要的一些 政府机构的这些主要的负责人 包括说例如说像AG 包括说像IGP 其实都在里面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当时教育部的代表就变少了 我们就变成说是只有 我一个副部长 然后KSU 我们还有两位DG 就是这样子一个比较精简的阵容 去开这个post cabinet meeting 所以它不是针对教育部的 它不是针对教育部的 对 老马的post cabinet是很 straightforward的 它大概po一个post cabinet 可能半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就开完了 它就只是很详细的告诉你 到底在cabinet meeting上面 决定了什么 然后就跟着做 就跟着做 那些决定不见得 也必然跟教育部有关 可是它就是会用 这个post cabinet的meeting 来告诉你 每一项当天cabinet做的decision 对 所以其实其他关于 教育部的政策的meeting 是我们要另外安排时间 跟它开会的 对 那么那个时候 从一月头到二月尾 就是一个半月的这个时间 你见老马的这个次数多吗 一个星期大概都会有 大概都会有两次 一个星期大概会有两到三次 对 那么那个时候是 你跟KSU跟DG一起吗 还是 有些时候是跟KSU跟DG一起 有些时候是我跟它一对一的meeting 都是讨论教育部 是讨论教育部的这个政策的东西呢 还是日常management的这个东西 通常是讨论教育部的政策 通常会讨论一些教育部的政策 或者是一些issue 我要跟他拿一些instruction 例如说当时就是一个 例如一个例子 就是 私讯要不要继续招收同考生 因为马子里走的时候 其实他还没有正式的 就是说去签署 就是那个 那个 同意书 就是让私讯继续去招收同考生 所以在 马哈迪去出任 带教育部长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课题 带上去给他 那么他同意了 那么之后 教育部就跟进去 去招收同考生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上都是 教育部里面的一些 决策事宜 或者是一些direction 那么根据你跟他短暂的 这个一个半月的 这个公司的经验 你觉得他是 是一个怎样的这个领袖 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谈的 我觉得他是可以谈的 他的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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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他不了解的东西 他也愿意听你跟他解释 例如说 私讯召开同考生 这不是在他年代的 这个不是在他年代的 这个是在纳吉 纳吉的时代开始去招收的 所以然后 之后的话就是我们 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去延续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 可是当你去跟他解释 整个前因后果 整个背景之后 他没有问题 他可以proceed 当然他也有他顽固的地方 例如英文教书里 英文教书里 他回来教育部之后 他就不断地强调 他要去做回 他觉得要去推行回 其实媒体也是很惊讶 为什么他会特别的 去放那个video出来 就是通过他自己的 这个facebook 他开那个 应该是postgap会议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用英文讲说 英文教书里之类的 这东西 那么其实在那一个时候 记得媒体圈的人 都觉得有点惊讶 说他以这一种方式 似乎是bypass了教育部 而是直接通过首相的 他的这个脸书 把那一个开会的这种情况 讲出来 而且是只把他讲的东西 讲出来 之后有没有讨论 我们不知道 因为外面的人不知道说 到底那个会议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之后呢 整个社会就很担心 是不是要 对 是不是要马上就要开始 变成英文教书里了 对 所以他确实是希望说 教育部去落实英文教书里 可是其实当 到我们下台的时候 就是二月 二月总旬 其实没有一个定案 可是我自己 以及 其实 我觉得 我们跟 和当时的教育总监 我觉得 Ely是当时的教育总监 其实我们的共同的看法都是 我自己个人是主张 要落实英文教书里 我们从中学开始做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 很快的要去落实 例如我们那时候是 2020年嘛 如果你真的是要在 2021年就去开始 做英文教书里 那么请从中式开始做 就是说你从中式的 理科班开始去做 因为中式的理科班 中式中午之后 他们就上 pre you 然后之后就上大学 所以我觉得 从大学本来就是一个 多数都是用英文的情况 所以你让他从中式中午 去习惯 开始用英文去 专门的去学习数理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是有好处的 而且 其实上很多 很多的 这些 高中的数理老师 其实他们 我觉得也是 support这个东西 所以我当时的 我刚时的告诉他 我的主张和分析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是 要很快的就去做 例如就是明年 就开始去做 那么 请从中式中午开始 那么我是告诉他 那么如果中式中午 推行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去做 中一中二中三 可是我其实是 很直接地告诉他 就是 我不赞成在小学开始做 我不赞成在小学开始做 因为 我们必须很认 我们必须清楚的 一个问题是 小学的老师 他们的英文底蕴 不见得足够他们去教 用英文去教数理 因为小学的英文老师 其实也不见得英文够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强求我们的小学老师 用英文去教数理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的英文 可能真的不是很好的 我们讲说 如果是用CFO的英文评级的话 最差的话是A2 然后就叫A1 然后B2 B1 C1 C2 所以其实一般上 你要用英文来去做教学 其实你的英文 你至少需要有到C1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可是事实上 我们的小学老师 我们当时在教育部的时候 我们其实想推的就是 我们要去鉴定所有英文 小学英文老师 你的英文程度在哪里 因为当时我们是发现 其实有一些 教英文的老师 其实英文自己的本身掌握能力 其实是很差的 其实是很差的 他可能只有B1这样子的成绩 所以教出来的学生 只会A1这样子的英文水准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如果英文老师 自己的英文都不够好 那么我们要提升英文教 英文教学的话 那我们先从英文老师 这一块去着手 不要去要求 强求 数理老师也用英文去教 因为英文老师的英文都不够好 你怎么去要求 肯定得不偿失 可能对城市地方的老师 可能还有一定的掌握能力 可是你想想 像去学校有多少个老师 是能够很流畅的 用英文来去表达自己 所以你要他去用英文教书理 那是肯定是强人所难 肯定是强人所难 所以我是很明显 不是很鲜明的告诉他 而且我想当时的教育总监 也是觉得说 我们不应该去从小学开始做 我们要做的话 我们可以从中学开始做 而我当时的想法是 如果我们要很快的就去做 那么请从中学开始去做 可是当然直到他走 直到我们离开办公室之前 他都还没有被我们说服了 这是我要承认的啦 那么马智里在归还 OK 所谓归还 他的这个部长之之间 其实有没有先知会你 还是你也是跟其他人 都是通过媒体才知道 他有限中 当天吧 当天 我是当天知道的 我是当天知道的 没有说前一天 不是前一天 我想一想 应该比媒体 应该是你有这个 privilege应该比媒体早知道吧 他是下午宣布嘛 对不对 下午几点的记者会了 是下午 一两点的时候 我是早上见他的 我早上见他就这样 对 他早上见我 然后跟我说的 他的办公室的人 可能稍微早几天知道 对 在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是 是觉得说 哎呀 要换老板了 但是当时你应该 还不知道说是 老马会兼任 不知道 当时是谁 其实不知道 我们其实就是 教育部摆空窗了一段时间 后来才 应该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才是有那个决定 说委任老马 做代教育部长 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那时候 是很突然了 是很突然 因为那时候 我记得就是 因为像你讲的 就是1月1号 或者1月2号 或者1月3号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 其实年底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就 他应该是出国 出国放假去了 他应该是出国放假去了 然后没有想到 就是回来办公室 的那一第一天 就是告诉我们 他要离职 那么你担任 副教掌期间 什么课题是 最难处理 最棘手的 是成任同考 找一闻 还是大学医科班 还是另外一个 跟你没有什么 直接关系 但是你也吃了很多 子弹的 就是拉曼大学 拨款的东西 OK我们先不谈 拉曼大学拨款 等一下吃点才谈 就是成任同考 找一闻 大学医科班 这三个课题 2跟3 2跟3是什么 2跟3就是 找一闻 对跟 Metric class 那么这两个 你面对的这个难度 是一样的吗 那个难处 是一样的吗 当然我觉得 从民间的反应来说 我觉得 找一只 是整个社会的 鲜然大波 那是整个社会的 鲜然大波 当然 可是Metric class 那时我觉得 就已经是 在 华社之中 已经有很多很多 不高 就是很多 不高兴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在 虽然当时给了 可是当时 因为有了一个 所谓把名额 扩大这样子的动作 虽然我原则上 我不是太赞成 这样子的动作 可是我觉得 那个政策底下 基本上是让 成绩好的优秀生 都已经能够 如愿以偿的 进入Metric class 所以那个课题 可能到后来 是相对来讲 还能够 接受的一个收场 可是我觉得 找一只 是没有三种的 是没有三种的 是怎么说 没有 就是到最后 到最后 大家都还是不满意 那个安排 就是到最后 都还是不满意 那个安排 那么他处理 这个问题的难处 是在 Marsley本身呢 还是在 老马本身 Marsley本身 还是老马本身 我觉得 应该是 OK 我这样来问吧 就是在这个课题上 找一文的课题上 Marsley他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 他的这个态度 是怎样 我觉得 在这个课题上 我不会觉得他们 我觉得在这个课题上 很遗憾的可能是 我的立场 或者说是 Marsley的立场 或者是政府的立场 可能并不跟 一般普罗大中华社的立场 是有了一个 很鲜明的一个落差 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这么看 我不会讲说 这些是Marsley的错 或者是老马的错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课题上 最起码 我到今天 还是会采取一个 同样的立场 和同样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在任何的一个语文科里面 我们都会去介绍 这个语文的一些发展史 而这发展史 以中文来讲 你就会去介绍甲骨文 你甚至就会去介绍 一些他们的书法艺术 所以同样的context 放在国语 马来语的时候 它就是找一字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观点来去看的话 我觉得 把找一字介绍 放在国小课本里面 我觉得 这不能够讲说 是一个 是一个隐谋论 或者说是在博学了 华小的权益 或者说是 是动摇了民族的教育根本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帽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能够接受 我不接受 如果是时光导流的话 你还是做回同样的决定 还是认为说 当初的这个 处理方式是对的 只不过 跟华社的要求有落差 我觉得跟华社的要求有落差 是一个很 是绝对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那么如何去更好地解释 这个课题 那么可能是我们想要 需要有办法要去改善的 我觉得当时 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果今天要把 这三页的早一字 从课文里面 就是跟它撤离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要用的理由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能够 给出一个理由 是从 是真的是从 教育的观点 去谈这个课题 而不是有任何的民族情绪 或者说是民粹在里面 否则的话 教育永远没有办法回归教育 那么在这一个课题上 是不是说 行动党没有很好地进行 这个政治的沟通 这个政治沟通是跟 华社就是跟509的时候 90% 95%支持你们的这些选民 那么到底这个沟通 政治上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到底这个政治沟通 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在509的时候 行动党享受到这么多的掌声 但是三页的沟通就让行动党从天堂掉到 不能够讲地狱 他就打回人间 OK 就跟马华一样 就是就给民众插给民众鸟 那么到底 那个沟通方式是出了问题吗 还是说 就是有一些行动党的领袖讲说 就是因为你们马华在洗脑 你们通过某家中文报去删动这些东西 那么你身为当事人 就是在这个hot seat之下 你觉得说哪一方面行动党 哪一方面做得不足 为什么会面对包括办公室 或者是服务中心被丢 被丢鸡蛋 然后领机箱被人家布上来 这是很难想象的 在509之后 是很难想象 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不管是对行动党跟群众 或者说是行动党内部 因为事实上在行动党内部 不赞成这个政策的人也很多 不赞成这个政策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们在党内 其实也有很明显的一个 立场上的一个差异在 当时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吗 就根据你的那一套的东西 还是他们关注的是选票 而不是真正关注的是 教育的这个原则 我觉得我的立场 就是我尽量的是用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我觉得这三年早一致 不应该成为一个课题 我就是用那套方法去告诉大家 可是大家不接受的时候 他当然有背后很多很多原因 其中就包括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一直要叫华社去让步 为什么说今天只有华人需要去学 这国文里面的三页早一致 那么为什么其他的民族 为什么不需要去学华人的甲骨文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种 是是而非的这种言论 情绪被带上来 我觉得这种情绪确实是存在的 就是当时是来到了一个环境 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说 509之后我们华社就应该变成 就应该是在地位上要有一个 不一样的 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可是到底我们追求的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事后一起好好去思考 这个就很多人的看法 就是在509之前 你们画饼画得太大了 画到那个东西 那个美梦画得太大了 然后有点离地 然后进入到政府体制 体制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有这个限制 原来有那个限制 就是进入体制之后才发现到 其实能够转身的这个空间不多 就是之前可能不了解那种情况 是不是说这一种现实是很骨感的 理想是很丰满的 我觉得要这么去看吧 第一 我觉得如果是以早一致这个课题来去看的话 那么我不觉得那个是现实跟理想的两个差异的关系 我觉得早一致它纯粹只是一个说 作为一个语文教学 大家不能够接受说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这三页级的早一致介绍 那么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情绪的关系 而不在于说是现实 或者说是政府里面的那种面对的局限还是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 我最起码我会觉得 不管是我个人 像我当初像雅兹里要求 要去简化这三页早一致的介绍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没有问题的就去接受的 可是当然从它的立场来说 它不觉得它不能够接受完全去撤除 可是我其实也觉得 我们今天要去撤除的话 我希望我能够给出一个更正当的理由 而不是纯粹说就是 我觉得这三页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讲三页 这三页没有用的话 那么事实上加国也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去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这种态度的这种差异 会让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应该对自己国语拥有的一个态度 那么当然我也承认说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在509的时候 把饼化得太大太远 确实是有 例如说我们受到政府之后 我们就发现要废除过路费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或者这么快可以做到的 可是我们有没有针对这个承诺 去具体的付诸我们的努力 我觉得也是有的 例如我们就去让我们的这个过路费 下降了18% 那么我相信之后 我们有其他的后续动作 目的也就是在希望说 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挑递 达到过路费 承认同考 它并没有像我们预期中的 那么快能够做到 可是我们有没有再努力的 去朝着那一步去推进 我们也是有的 我们成立了同考特委会 只是很可惜 我们下台之前 这份报告还没有交上去 我希望这份报告 能够尽早的交上去 因为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所有马来西亚人 都应该知道的 所以有没有因为 没有做过政府 所以就开始 进了政府体制之后 才开始发现很多极限 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 可是不滴滴水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保持着这份 没有做过政府的这份热忱的理想 去冲撞体制 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一开始都报自说 我们都是被体制束缚的 那么谁能够为这个体制 打开新的呼吸空间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觉得 拥有丰满的理想是错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 往更好的理想去追求 去到体制里面 我们发现没有这么容易 我们可能会跌到头破血流 我们可能会受了很多伤 可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甘愿的 在这个像这个体制妥协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更好的 所以就好像政治工作格 可能跟一些NGO 有些时候会有讲说 有些时候政治人物 有些会讲说 你们NGO很离地 很理想化 太过理解 可是我觉得It's okay 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的理想 就给了我们一个想象空间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得更好 当然他要的那个可能是100分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 马上追到100分 可是如果我能够想办法 因为他的理想给了我一个方向 我能够从60增加到70 那也已经是一种改进 所以我觉得做人 做政治工作者 我们本来就应该去思考 更理想的环境 更理想的条件 更美好的体制是什么样 我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去做 那么做不做得到 at least我们去尝试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讲说 政治是需要妥协的 我们其实就 这样子就算了 因为就是要妥协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谁做政府有什么差别 新陈代谢有什么差别 这不会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OK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拉曼大学拨款 虽然这个东西是财政部长 就是刚好也是行动党 这个秘书长林冠英的这个决定 那么其实认认真真的 层层实实的 你同意这个拉曼大学拨款 被砍的东西吗 我觉得 不要给我磕他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因为他确实也因为 这个砍这个拉曼拨款的事情 那么也真的是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回想回去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不去碰这个课题 那么 当然这确实是一个我们可以不赢 如果当初不去碰我们可能就 少 可以少掉分很多 可以少掉分很多 可是就是事上没有后悔 所以如果现在时光到了的话 那么其实不要讲时光到了 其实在那一个时候 党内的人有没有去跟财政部长说 其实这种做法是有待商权的 那么当时的整体上 华社的这个名义普遍上都不认同说 你不要去搞拉曼 你可以去搞马花 你可以去踩马花 但是拉曼确实是 不应该去碰他的这个东西 而且在华社当中 教育是最底的那条线 不要去搞拉 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 党内的这个沟通 辩论或者是讨论 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当然有 还是有人持着像你这样子的看法 就是没有必要去动这块 不需要去走那一步 所以我觉得当然也很多人 把这样子的看法表达给观音 知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到后来 尤其是在单中BI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是 更改了整个处理的方法 例如我们就是 照样的是把拨款发放下去 可是我们并不是直接去发放给 马花所管理的这个 trustee board 我们是成立了另外一个 独立的一个trust board 那么由他们去处理拨款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在听到人民的回馈之后 所做的一个改变 OK 在那一个时候 你本身的这个看法就是说 能够不碰就不碰 那么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 我觉得后来的处理方法 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讲可以被接受的 也就是说 就是第二年的处理方式 而不是第一年的处理方式 对 就是说你跟他成立一个 independent的trustee board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我觉得像例如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2019年拨款开始下放之后 其实到2020年初 当他们在这个trustee board 就是被要求 把这个拨款还回去给教育部值钱 其实他们就用这笔拨款 发放了给老师的这些花红 给他们的一些bonus 那么也发放给了学生 一人大概 我没记住的话是500块令吉 所以这些其实基本上就是 直接的去帮助他们 去减轻他们的学费的这个负担 所以我觉得 这个方法是 后来我觉得是相对来讲 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个处理方法 那么22个月在教育部的 这个服务期间 哪一些决定 你认为是遗憾的 或者是美中不足的 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最希望纠正的 或者是重新处理的 争议事件是什么 重新处理的争议事件 应该将来问好 就是22个月期间 哪一些决定 你觉得说做得不够完美 有遗憾 美中不足的 那么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来的话 你最希望纠正 我们不断干哪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不够快吧 就是很多东西就真的是不够快 讲讲不够快 例如 槟城我们有一间华中 叫做恒毅中学 他其实在 Bayan Baru有了一所 分校 分校 可是他并不是独立的分校 他其实在国阵时代 他一直都是一张纪念 他是一张纪念 所以 他就只有一个校长 那么一组行政人员 只是这一个校长 跟一组行政人员 需要管两个校区 所以这对原校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么也导致了 一些学校 Bayan Baru的学生 他进去他那间分校很困难 因为从地址上来讲 他其实 他们不会被分配去那边 所以在西蒙上台之后 这就是我处理的其中一个工作 只是很可惜的是 马自立 一直在他手上 这个工作一直都被拖延 这个东西都一直被拖延 他是去到老马时代的话 才由老马签下了 就是批准性 他才去批准了这些学校 去升格 成为所谓的二校 也就是 横溢中学二校 那么这些学校就应该是 从此以后 他就应该可以拥有自己的 校长 还有自己的一组的行政人员 他被当成是一所独立的学校 所以他的学校 也可以遭受学生 直到他的full capacity 所以这个东西是在老马手上 终于签了 为什么当初马自立不太情愿 他觉得要找一个好的timing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在增加华中 他觉得说 他需要有一个其他的政策 来去确保说 这个新闻出去的时候 不会又变成说是在马来社区里面的 又会引起一片哗然 那么除了这个课题之外 还有哪一些 哪一些政策 或者是哪一些议题 你觉得说可以更好的去处理 当然我觉得 像刚刚处理的同考 那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我们对那个deadline的制定 不够严谨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去post phone了这个deadline 然后最后就自食其果了 虽然我们一开始 post phone deadline的那个初衷 我觉得是绝对OK 是绝对无恶意的 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 你有了你委任了一个committee 那么你就应该尽最大程度的 去给他们自由 和给他们信任 让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处理他们的这份报告 所以我们原本的日期 原本的这个time of reference 其实只是六个月 其实只是六个月 可是后来因为六个月不能完成 所以就在extend就在extend就在extend 所以到了我们下台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terms of reference 其实我觉得应该 如果不是已经过期 其实就是已经接近尾声 可以一直extend的吗 我们的时代我们是extend 可是据我所知 国盟时代是没有在extend的 所以国会上一轮给的回答 其实是讲说 这个committee已经算是 这个task force已经算是 已经是不存在了的 只是他们还没有去交他们的报告 所以我不确定到底今天 教育部是怎么跟这个task force的人 是怎么样的去联系的 因为在我们时代 我们是直接extend 可是据我所知 就是上一轮 at least上一轮 我们在国会的问答里面 不是这个fine day sitting 是之前的时候 其实是讲说 他的terms of reference 是已经到期了的 那么刚才问了一些遗憾的这个东西 做的不好的东西 那么在22个月里面 哪一个政策你最满意 你最赢以为傲 你最有成就感 觉得说 这个东西做得很美 做得碎碎 我觉得 例如滑小针间 我觉得是相对来讲 我个人比较 滑小针间 但是滑花一直在那边插你们 他一直在插 可是我是 那九间还是那十间说 特别是柔佛 柔佛几间说 被拖延 然后行政上出现问题 总之是很多技术性的东西 我觉得很简单 第一 我们成立了一笔 一年两千万的拨款 给予这些学校建 所以在西蒙手上 我们其实建新滑小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向 华社去募捐的 所以这个是一点 所以我们做的好几间学校 其实基本上 如果按照我们的方式 去完成的话 第一我觉得 2018年我们上台执政 滑小当然不会在2019年就建好 它也不会在2020年 就多数都建好 可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 其实2020也好 2021也好 2022也好 甚至到2023 我们每一年都会完成新的花销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过去政府 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之前马华的那些草 我觉得那是政治操作 你很简单的说法就是 我确实没有办法在10个月里面 就建好一点学校给你 可是你如果给我两三年的时间 我就能够有办法 一所一所学校的去把它完成 而且这些学校 绝大部分不需要去跟华社去募捐 例如说我们讲说 我们在 我想一想 我们在 我们有一间学校 是从福隆港滑小 它是从Buget Fraser 它搬来了雪州 那么那所学校 我们是不需要跟华社募捐 我们是可以把它建完的 补充我们本来要有两间学校 我们有培名 我们还有另外一所学校 这些华小本来都是可以通过 政府拨款去把它完成 而且按照我们原本的时间表 可能都在2022 2023的时候可以完成 它不需要跟华社筹钱 我们在什么年 我们也有一间华小 那间华小也是由政府拨款去完成 现在其实已经建好了 只是现在的教育部 有一些技术问题 这些我就不用在这里去讲了 只是它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去开课 新加营华小那是在2008年 国政就批准的学校 就批准的学校 它一直是到我们做政府的手上 我们给了它拨款 它才能够在今年的话 去开始去去去去 今年开始 就是就是招生 就算是讲说柔佛那一代 我们在今年 我们已经有了新浪华小的开课 这些华小的开课 这些华小基本上是由发展商 跟教育部 就是我们的拨款去完成的 我们还有 培名华小 那基本上也是教育部 同意100%去承担起 整个建筑的经费 我们还有神木与华小 也是 不是神木与华小 抱歉 国赫阳华小 也是其中一所 所以我觉得 其实按照 还有泄华华小 所以其实按照我们的时间表 如果我们真的是做完5年 我们有1亿 至少有1亿的拨款 已经是有至少1亿的拨款 用来去做华小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真的是做马5年 你可以在接下来的 每一年都看到有新的华小 能够在那一年开课 这个是我觉得 前朝做不到的东西 所以现在 马华当然骂了我们 骂了很久 可是我觉得 这本来就应该是一个5年的 我确实没有办法在2018 就完成两所华小 我也没办法在2019 就完成两所华小 可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有华小 已经完工 已经兼具 已经开始再去使用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遗憾 虽然说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如果我们做完5年 我们能够完成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 我会觉得 这一笔 一年两百万的拨款 sorry 一年两千万的拨款 以及我们有系统化的 去跟发展商配合 来去建学校 我觉得这是跟过往 国政时期建校 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么如果打分的话 就是100分是满分 然后60分是及格的话 你如何评价 这22个月的 我觉得自己打分没意思啦 对 几个啦 你觉得至少几个啦 我觉得 一个人如果去尽心尽力去做 那么我觉得他都应该 拿得到及格的分数啦 OK 那么如果西蒙重新执政的话 你的选择 你会不会继续留在教育部 还是你说 够啦 我要尝试其他的这个部门 我觉得说 这很难耶 我每天都有不同的答案耶 那么你觉得 教育部是不是 你认为能够发挥的 应该应该 我将来问啊 可能我的问题问的不是很好 你认为教育部 是不是能够让你发挥 所长的部门 还是你觉得其他部门 能够让你更能够施展抱负 我觉得每一个部门都有它 它可以去 它可以去发挥的地方 当时 当时党内问我的时候 我是告诉他们 教育部 妇女部 以及内政部 因为我对这三个部门的一些课题 是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 当然妇女部就是因为 女性跟儿童的问题 内政部是因为公民权的问题 教育部当然就是因为是教育的问题 这几个都是我相对来讲 比较熟的东西 因为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去到一个新的政府部门 我们都需要学习 我们都需要学习 差别只是在于说 你今天是从零开始学 又或者说你可能已经有了一个 basic understanding 你大概了解了一些课题 那么这些课题的了解 当然就能够让你可能在掌握 整个部门的运作的时候 变得更得心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 任何一个人被丢到任何一个部门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去走的一个必经之路 所以我可以这样来做总结吗 就是说 因为你在教育部有22个月 已经有了那个basic 那个basic应该是很高了 所以如果同性执政的话 那么把你放回去教育部的话 你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对吗 可以这样来讲吗 Pro and cons Pro and cons 因为当然我可能对比一般其他的西蒙的这些同僚 就算是行动党里面的同僚 这样相对来讲 我是比他们有经验吗 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做过副教育部长 他们都没有做过嘛 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讲是一个Pro的地方 可是你如果有一个新人去出任他 当然会有新的方法 新的理念 新学 对我来说 新学在任何一个场合 它都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 experience有它的好处 可是不表示一个人是一张白纸 就不能够为一个部门带来新的生命力了 那么过去西蒙的一些教育跟华教课题 让你面对很多负面的这个评价 那么从2008然后到2013然后到这个2018年 你的这个形象都相当的高 都是在天上 那么你当然在部长又打回人间了 那么你觉得说这个教育部副部长的这个职位 在你的从政生涯里面 是帮到你呢 还是让你减分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是帮到我还是减分吧 重点就是在于很简单 你今天一个人为什么要去从事政治工作 你就是喜不希望你去有一个机会去改变这个国家 那么你有一个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到你面前你要不要去做 你难道因为怕自己减分你就不去做吗 确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去做政府 你都必须预料 你都必须预料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毕竟政策本来就可以是很多样化的 所以我在之前的时候 学校开跟不开 其实有很多人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之前也不断的强调就是 很多立场确实他没有一致的一个看法还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 你今天来到有这个机会让你去try的时候 你不能够说不 当你说不的话你就要问回自己 如果我只是为了顾自己的形象 我只是为了去享受掌声和鲜花 那么就算机会来到我面前我都不去做 那这是我们从政的工作吗 因为有些政治人物是很爱惜羽毛的 然后也不沾锅的 就是他又不想要 不想要面对这些吃子弹的工作 就爱惜自己的羽毛 然后又不沾锅有洁癖 有政治洁癖的 那么你应该是很务实的领袖吧 我觉得你也是爱惜你的羽毛 这不是务实不务实吧 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吧 也不会讲说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只是as I say 有一个机会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做 你要不要去做 就是你今天有一个机会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 去影响这个国家的政策 那你就因为有可能被骂这个位置很难做 我们就不去做闹 我们就让其他的人去入地狱吗 这样的想法和心态我觉得也不正确 所以你不后悔啦 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啦 就是像我讲的啊 就是我自己不去做 就是等 就是如果我因为他难做而不去做 那我就是等于说 我在等着其他人去送死罢了嘛 这样的想法也很自私啊 所以我觉得 总是要有一个人去吃这个子弹 那么如果 党愿意给我这个 吃死毛不止子弹啊 It doesn't matter 就是如果有这个机会去做去尝试 at least I got the chance at least我有这个机会去 去推动我想做的一些政策 就好像在教育部里面 我们去推动邻居收政策 我们去推动 无国际小孩 我们要去简化他的入学手续 我们在我们任内 我们不断的去强调 我们要去优化 校园里面的这些无障碍措施 去增加这些特殊教育老师的这些名额 来去确保说我们的整个政府教育体系 能够去收纳更多的特殊儿童 这些我觉得也是实实在在在在影响到了一些人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当然确实是有些处理的方法 有些处理的手段 有些言论 当然是可以做得更好 当然是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如果因为怕犯错 就完全不敢去做 可能以后会更多后悔吧 那么你本身是念法律的 拥有律师的资格 又是辩论员出身 所以在讨论跟讲解课题的时候 偶尔会不知觉的被形容为是辩论员上身 就是被批评为 还有人吗 就被批评为是狡辩或者是诡辩 不愿意承认弱点 就是投换概念 总之是辩论的那一套就拿出来 就辩论员上身 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些 辩论员上身的这个标签 另外一个标签 其实我觉得会讲那些话的人 通常就是他没有办法 举出你的错误是什么 辩论员是很 辩论员是很 辩论员我觉得辩论员的一个好处是 我们是能够听对方讲话的人 因为很简单 我今天不听你讲话 我就没办法反驳你 这是我觉得 成为一个辩论员 给我们的一个很基础的训练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在辩论厂商 我要听对方在讲什么 因为如果我不去听对方在讲什么 我就很容易变成自说自话 我就没有办法去回应对方的东西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去指出对方的错误 但是不少的辩论员 确实是不听对方讲话的 就是他满脑子 就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就要把我自己的东西 所准备东西全部讲出来 那个不是辩论员 那个不是辩论员的人 也很多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有什么差别呢 你告诉我说 不是辩论员的人 就全部都会听对方讲话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辩论对我当然是拥有很多影响的 他锻炼了我的口才 我觉得那个是肯定的 我觉得辩论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他能够让我去坚挺 为什么我觉得这东西很重要 因为尤其在做辩论员的时期 你的立场是抽签的 所以你今天要站在A讲话 你明天要站在B讲话 所以他其实是在锻炼我们 去从各个方位一起来思考问题 所以你说辩论员就等于说 只讲自己的话 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么我想要问 不是辩论员的人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吗 所以讲这句话 辩论员就喜欢自说自话 那么我觉得你就是在扣帽子 你就是在扣帽子 难道自说自话的人也很多 不是辩论员啊 Trump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辩论员啊 可是他很明显也是一个很容易 他是高度自恋的人 对 所以这个是自恋的关系 这个辩论员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对我来说 要扣这些帽子都很容易 可是事实上 辩论员很多时候 我们最起码我们所谓的那个辩论的警神 是在于说 我觉得像我们在国会跟凯里的辩论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为什么是个很好的例子 是因为当我们提出问题 你能够给予一个正面的回答 他可能跟现实 你的回答可能是解释了你的难处 可是当我理解了你的难处 我就不会再去多多逼人 因为我承认有一些难题 不是你完全能够掌控的 例如他讲说 整个疫苗推展计划比较慢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 已经是在push我们的deadline 是因为Pfizer的疫苗不来 所以你解释清楚了这些东西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把 罪名扣在你一个人身上 因为很简单 Pfizer能几十deliver vaccine不是你的错 可是当然我们会counter propose 也就是你不要只等Pfizer 你要去买其他的疫苗 wish他也在做这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可是为什么跟 卫生部长没有这种共识呢 理由很简单 他逃避问题 他不回答问题 你问他说 为什么在疫情 就是在封锁期间 你不用增加你的testing 你的整个testing 还比五月减少 他告诉你说 我们的testing 是依照我们的疫情状况 来去决定的 可是整个六月 K就在不断的上升 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 你告诉我 我们不需要去增加testing的数量 所以我觉得这些 其实就是我的想法就是 可能是不是辩论员 没有很大关系 这也不是很大关系 我觉得政治工作者也好 或者说是辩论员也好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要去听 我们当然会表达自己的立场 我们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比赛的时候 你一定会坚持 可是不在台上的时候 我不觉得我们 优秀的辩论员 是不会是一个不去聆听 那么就完全拒绝对方说法的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绝对的对错只在辩论台上 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很多东西 它是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吧 对 是黑白之间 其实还有很多是灰色的 那么好 我们最后的一部分 花一点时间来聊一聊 柔佛的这个局势 柔佛州的这个马来选民 现在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这个投票倾向 根据你在当地走动 你的收到的感受是如何 他们到底是比较倾向于 Bersatu呢 还是倾向Amno 还是其实他们都觉得说 没有太大的分别 我坦白说 这段时间我们走动继承 我们其实感受到的是 人民的生活的痛苦 所以他们对政治也无感 其实是 我觉得反感的情绪是占多的 因为这段时间 对于很多B40是很难熬的 甚至是已经有一半的M40 也已经去了B4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 因为我们 不过 OK There's a caveat as well 因为我们在MCO 我们能够走动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 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 生活比较困难的人 因为我们就通过 所谓的Bakko Makana 我们通过食物栏 我们通过这些派饭 这样子的举动 派饭 派菜 派鱼 这些举动 基本上我们能够接触到的 基本上都是 生活陷入困境的这一群 而对于这一群来说 他们其实最痛苦的 在目前来讲 最关心的 其实就是饭碗和他们 未来收入的着落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可是 纵观来讲 无论如何 我觉得 像你刚刚也提到的 其实 巫统在Jofozo 是属于老树盘根 对 他在Jofozo 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国会议席 我们有26个国会议席 基本上就是因为 Jofozo 本来就是巫统的发源地 我觉得 整体来讲 巫统的势力始终是占上风的 那么如果 我们就拿Mersin那个例子来讲 说 Latif他之前是巫统的 那么他跳去Bersato 然后当了这个 很有资源的乡村发展部长 那么 以Mersin的这种情况 当然 据我所了解 这个Latif的家族 在Mersin也是很强的 就家族势力很强 那么 Bersato 能不能够 在大选的时候 赢下这个Mersin 就算是巫统 太强人去 但是Latif本身 他在地方上 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就是个别来到 可能是区域政治 或者是个别领袖的魅力 那么说 Mersin的例子 到底Bersato 他会不会有斩获呢 我觉得不容易 我觉得不容易 我觉得Jofozo 还没有一位领袖 当然 OK 可能 因为这段时间 我很少去Mersin 因为MCO 就是过去一年半 我们基本上都是 断断续续MCO 我们也不鼓励 跨州跨仙 所以我其实过去一年半 两年 可能都不常去到Mersin 我必须承认这一点 可是我并不觉得 目前来讲 Rofozo的哪一位 Bersato领袖 除了 坦白讲 就是除了Muhidin自己 有哪一位Bersato的领袖 是能够靠着自己的人气 然后来去 来去轻而易举的 或者说是在大选里面 就能够脱颖而出 事实上我觉得 以马来西亚的政治来讲的话 尤其是西马 东马我觉得另当别论 可是以西马来讲 目前来讲 还没有看到就是 你能够在脱离政党的情况下 你透过个人光环 那么你在大选中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可能Sharil Samad是一个特例 可是 除了他以外 我不确定到底Adu Latif 能不能够在 在Mersang也复制同样东西 因为 很不好意思的说 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位 特别魅力四射的领袖 这个是很不好 Oman Sapien的前MB Sorry,我不觉得他有这个光环 Sharilin呢? 前MB也是 不能啊 当然Sharilin也是很之前 还是第一届的州议员 对 他本来就是一个 他做州务大臣的时候 也并没有杰出的表现 所以 也很短啊 也很短 也很短 也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州务大臣 然后 我觉得表现来讲 Hasni肯定是比这两个人来得更好的 我不觉得这两位能够在 我不觉得他们能够在Joho 我觉得Joho目前来讲 最popular的政治领袖 OK? 是Saisade 跟Marsli Marsli啊? Marsli也很受欢迎 Marsli 那么你觉得说 OK 你提到Marsli了 Marsli现在是独立议员 他来接大选 他应该也会继续在新邦人格上阵 那么他会 以什么样的旗帜呢? 我猜他会用PKL的旗帜吧 PKL的旗帜 是 我猜 他跟PKL也有一些共识 这个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这必须要问他跟PKL自己了 可是我相信他用PKL的旗帜 或者是用西蒙的旗帜 是比较大的可能性 那么Muda呢? 这个党 Saisade的这个党 Muda 我觉得他需要 我们当然需要跟Muda Muda跟西蒙 我觉得需要好好地谈 到底接下来的议席分配 要怎么去进行 我觉得西蒙在这个阶段 不应该去 不应该去 去 去 Saisade 去汉对马坡走一席 国会一席 我觉得我们应该 给他全支持 可是如果Muda要在其他的地区 派候选人 那么我觉得 应该 开始去跟PKL 那么Muda 除了Saisade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 比较 比较有名望的 或者是比较有社会名气的 这些领袖吧 有啦 有一个律师 两性有对不对? 嗯 是 我没记错了 那么除此之外 好像是没有其他的 这个 他们有一些优秀的activist 可是可能当然就需要更多的platform 才能够去build out 他们自己的这个名气 可是我觉得 他们里面是有一些 热血的一些 也是有一些人才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来接大学 他们能够上阵 我觉得 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只是当然我觉得 要增加彼此的胜算的话 首先Muda跟PH 不能够同时在一个地方去竞选 否则的话 我觉得我们只是会 两百俱伤 OK 好 谢谢你的这个分析 那么祝福你 希望你的这个政治仕途 能够发挥你的这个理念 谢谢 让你继续的为民服务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志峰 谢谢所有线上的朋友 谢谢 lima 好 谢谢 好 谢谢